不少學校旅行或本地一日遊都會選擇租用旅遊巴去一些郊外的旅遊熱點 但本港不少郊外的道路都持有車長10米或11米的限制 而旅遊巴需要在超過20日之前申請禁區許可證 才可以進入有關路段,否則會被檢控 而近年新型的旅遊巴一般都超過11米 不少司機都說早年響應政府的呼籲 淘汰舊式柴油車改換新型旅遊巴 但就因爲新車的車場問題而經常被人抄牌 感到十分無奈 我試過抄了兩張 因為我載了一班客人上去 另外再落回去,再載了一班客人上去 總之見了一次,抄了一次 四百五十元一次,九百元兩張 就等於白做了兩天 很無奈,真的很無奈 只不過方便客人去多一個地方 反而被人抄牌 但有業界人士指出 申請及區許可證的程序繁複 他們一般都會趕不及申請 因爲他要我們申請這個許可證 就要在三個禮拜前就要入這個申請 譬如如果有些客戶 他是早兩三天才知道原來 早舊團要上去 那些客戶 即急的那些客戶 根本上就申請不及的 我們唯有都是去到 但是我們都是照做 照做,搏抄牌這樣做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說 政府的交通條例仍然停留在三十年之前 已經不合時宜,應該定時檢討 運輸處回應說 禁止超出長度的車輛使用有關的道路 目的是保障道路安全 警方就說 在道路上的車輛司機 違反交通標誌或道路標記所顯示的規定 可儲定額罰款450元 ITV東網 電視 新聞和報道